五美 五美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蔷薇科的这个植物 梅 就是开那个红梅花的那种梅 成熟的或者结晶成熟的果实 如果不要太成熟了 太成熟了 不好干燥 不好保存 一般是快成熟了 所以我们书上是近成熟的果实 那是为了便于干燥 便于除尘 不得已 提前采收 实际上真正效果好 成熟一点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那么这个五美呢 也是一个止蟹的药 它能够是一场止蟹 所以可以用于这个皮虚的 或者皮身两虚的久蟹久力 那么这个配舞的方法呢 也是分别配舞 这个补皮或者补肾的药 或者配舞一些厨食的药 为主 另外比如说有寒 配舞瘟礼的 这我们都不多讲了 但是五美呢 收敛性不强 同样也有一定的取写作用 所以在古代文献当中 以至于当代的一些临床报道 单用五位子 治疗利己 或者治疗这个十人的蟹蟹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呢 和他的双手是矛盾的 双手是矛盾的 我们应该说是五位子 它因为是 是一个收敛性的止蟹药 所以对于蟹力 最佳的止蟹症 是虚症 是滑脱不尽的 久蟹久力 因为它有一定的取写的作用 所以对于 不是滑脱不尽的泄力 并不济用 但是那不是他的最佳组织 只能说他可以用 相对比较次要 那么现代年旧呢 这个五美对于这个 立即赶军 这一类的有很强的 这个一致作用 它不完全是收水 所以古方 乃至当代的临床 有的单用五美 能够缓解这个利己 这个时候邪气并没有劲 它既不练习 而且还有明显的疗效 但是毕竟五位 这个五美呢 不是一个很强的 亲人超市 或者亲人解毒药 有这方面的作用 只是可以用而已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见到以后 有这样的记载 或这样的报道 我们对五位子 就不能专门用来 用它的双手来解释 它对泄力的这种应用 那么有的不是虚正的泄力 用它 为什么呢 我们只能说 它有一定的曲血作用 它不完全禁止使用 另外五美也能够炼肥子壳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它也是适合于九壳虚喘 但实际上五美也有一点 曲痰子K的作用 所以有的食症 咳嗽痰多 这个五美并不禁止使用 就是我前面讲的 这二层汤里面用五位子 其实就来用来增强全方的 曲痰子K的效果的 本身就是二层汤治疗 石痰咳嗽痰就多 那么增加一个五美在里面 它是有协同的 在那个房里面呢 它不是用来收敛的 另外这个五美有安回的作用 或者称为安回止痛 我们前面在讲曲症药的时候说过 回虫在操动不安的时候 往往浮痛比较剧烈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安回的方法 让回虫安静 不要让它操动 否则的话 很容易造成长穿孔 或者这个胆回症 就是胆觉症 就剧烈的这个胆脚痛 因为回虫呢 上窜进入了这个胆管里面 这个胆道回虫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般不要用 那个刺激性的 去回虫的药去刺激它 所以一般用这个安回的药 安回的药最多的就是酸味 以五美为主的 当然前面我们学的花椒 那么它也有一点安回的作用 所以常常配伍在一起 比如张中景的五美丸 就是这种情况 另外五美能够生精 这个很简单了 酸的 它不是通过亲热 也不是通过仪器 也不是通过养阴 就是能够直接的 促进精液的生成 这个刚才五位子的时候 谈过李时珍说 这个感召相应 实际上直接刺激了我们的味觉细观 促进了这个唾液的分泌 那么口腔当中的精液多了 那么口口呢 可能就暂时得到缓解 所以夏天 我们很多人都喝五美汤 就用了生精子壳的 这个民间都普遍知道 甚至有望美子壳的成语 不但吃 没有吃 就听人讲这个五美 那口当中都这个精液都增多了 这个也是李时珍说的感召相应 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这种情况 其实李时珍这个见地 应该是非常高的 另外五美这个子学呢 就用于一般的初学症 所以这个五美呢 就把它五方面的功效记住 主要是前面两个功效 它以收敛为主 又有一定的驱邪的作用 所以对不完全是滑脱症 这个渴兽 或者泄力 它也是能用的 另外有一个术语 要讲一下 396页 此外 五美呢 外夫能消窗堵 凭卤肉 这个地方指的卤肉 就是创养 溃破了以后 最后农业干净了 那么它就要 心肉就要生长 或者烧伤烫伤了以后 它也要长出心肉 那么从这个 现代的医学呢 就叫新生的肉芽组织 如果说新生的这个肉芽组织 中医所说的心肉 没有高出皮肤 那么就是正常的心肉 高出了皮肤 就认为它是一种卤肉 那么高出皮肤以后呢 可能这个窗口 或者这个困扬面 浴和了 就留下比较明显的斑痕 那么如果要减少这个斑痕 就不让这个新的肉芽组织 高出正常的皮肤 那么用这个乌美 碾成细的粉末 有的时候也可以炒一下 碾粉末 把它撒布在表面 这个临床经验认为呢 它可以制止这个卤肉的生长 就是说新生肉芽组织呢 就不会超过 这个皮肤的表面 那么最后呢 这个浴和了以后呢 就斑痕 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那么这个功效呢 就叫做乌美的瓶卤肉 这是外科学当中的 一个特殊术语 也是古方经常使用的方法 因为这个在教材上出现了 那么就顺便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作为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